说315 在过这个知名的小品演员潘长江也谈上事了 那么此前 潘长江在一次带货直播中 称灌醉了酒业董事长拿到了定价权 以每瓶7499元出售的某品牌酒 挺贵的 但是随后有网友就指出了 这款酒的市场销售价 每瓶也就是4500元 引发的热议 那么今天 潘长江紧急回应称 他不知道酒在外面卖的到底是多少钱 只知道供应商给的就是这个价 没有做过半点的虚假宣传 我和茅台董事长认识十几年了 昨晚我把他灌醉了 让他签合同给我定价权 在3月初的一场酒水专场直播中 知名演员潘长江在屏幕前 卖力地推销着茅台虎年生笑酒 潘长江一边说着 一边不忘催促观众下单并补充 道 这款茅台虎年生笑酒 酒商肯定要亏钱的 市场价一直四万多 我两万多就买 一位接近茅台的人士告诉记者 所谓潘长江认识 茅台董事长十几年 喝酒把他灌醉 基本就是赤裸裸的谎言 而在潘长江的直播中 他宣称茅台虎年生笑酒原价 是四万多元折合 六千六百多元每瓶 实际上 茅台虎年生笑酒的价格颇为透明 市场价在四千五百元每瓶左右 而潘长江直播中的该酒 我这人的个性 还不是那种个性 我很真实 我也很实在 你给我多少 我就 在我直播间里就卖多少 因此说 我没做过半点虚假的宣传 以这样的方式上了热搜 作为一名知名的演员 他多少是有点尴尬 究竟事情真相是怎么样的 也有待调查 好在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究竟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咱们一查便知了 不过 要指出的是 之前 潘长江在直播中 卖的所谓的黄金酒 也因为卖力的表演 夸张的宣传 被嘲讽过 有网友就戏称了 潘长江 这是把直播卖货 当成了小品专程 应该说 在直播经济争争日上的今天 演员从舞台 走进了直播间 这原本无可厚非 但假如把演戏的功夫 用到了直播卖货上 把直播间当成了秀场 甚至套路消费者 不仅观众和消费者不答应 这法律也不能允许